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落败后 又面临罢韩压力 岛内反韩团体此前发起罢免韩国瑜行动 据台媒报道 台湾选务机构相关负责人17号表示 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的选举人数为2281338人 提议罢免的人数依规定应达到选举人数的1% 也就是至少需达到22814人 经审查符合规定的提议人数共计28560人已达法定门槛 换言之 罢免案第一阶段已达标 据报道 岛内有关罢免程序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罢免提议 第二阶段为罢免联署 第三阶段是罢免案投票决定通过或不同过 针对罢韩已通过第一阶段门槛 韩国瑜回应表示 全力拼市政尊重民意的决定 据台媒报道 事实上 韩国瑜在26年前担任民意代表时 也曾因支持兴建核四被反核团体发动罢免 只是后来因投票率太低并未通过 这次韩国瑜能否再度挺过罢免风暴 外界高度关注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选务机构17号正式公告各政党选举补助款金额 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当选人蔡英文·赖清德 可领取2亿4500多万新台币 国民党的韩国瑜张善政 可领取1亿6500多万新台币 清明党的宋楚瑜余香应得票数未过5%的门槛 1500万新台币保证金依规定不予退还